韩国瑜的选举策略 我再做补充 叫做分裂 撕裂 然后所谓的庶民起义 就等于是阶级斗争 韩国瑜是我学长 虽然我打从内心不想承认 有这个学长 在大东亚所 明明就是一个有品牌 做中国研究的 这个台湾最重要的学术单位 但是韩国瑜好得不学 就学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这些手法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指责可能不太同意了 当然选举有理性跟感性 但是在蔡英文或民进党的选举策略上 我们一定看得到 有感性跟群众动员的这个部分 这是战术 那有没有理性的部分 人家都有国政白皮书 就算是过去马英九的选举 或者是朱立伦的选举 一定也都有理性跟感性 这两个层面 但对不起 我在韩国瑜身上 我找不到任何的理性 虽然他们会说 这叫做逐梦人 我给大家一个梦 梦也有可以被期待的部分 还有可以执行被评估的部分 韩国瑜天天抛这些议题 基本上都不用负责任 而且很多东西是 昨天还说今天就打脸 他有个策略很简单 比如说举例来讲好了 太平岛挖石油是不是 当初姓氏淡淡 后来再加两个蛋书 什么两个蛋书呢 我们应该记得 去年说要挖石油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牛皮吹太大了 所以加了两个 基本上等于没说过蛋书 他说只要政院允许 周边国家同意 那我就去挖 那后来再说白紫黑字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为什么得不到年轻人的信用 在学校教书 像去年他这个两个蛋书 就被我的学生改成什么 我要追张军宁也很容易 只要他爸妈同意 还有本人同意 我就追到了 那等于是废话 他现在做所有的策略 都是这个样子 任何公共事务的讨论 一定都要有理性的脉络 双方才有交集 我也非常欣赏 指责兄为韩国瑜做辩护 所以我们才有交锋 我们交锋的前提是什么 是公共政策最基本的理性跟脉络 但是韩国瑜跟黄指责之间 二的距离在哪里 指责 指责还有办法 没有调波理解 指责说的我还听得下去 或者是我可以去思考 他到底想要表达些什么 那韩国瑜第一时间说的 我刚才说的 你凭什么拿自己跟欧巴马做比较 这第一个 第二是 国政顾问团很多成员 都是我们的老师辈的人 对 比如说廖达吉教授 我有时候听了就非常难过 你回去怎么 你回去学校教政治学的时候 你有办法告诉学生说 他这样说的 我再说一次 他说韩国瑜 基本上 虽然生活不检点 但是英国秋吉尔 喜欢喝酒 也睡到中午 罗师傅 他感情不中 我觉得这两个很大问题 第一这哪门子辩护 你也暗示大家 韩国瑜就是睡到中午 还有对感情不中 罗师傅他自己说的 罗师傅有很多小三 罗师傅有很多情部 那韩国瑜基本上 对啊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那我觉得逻辑有问题 你是不是就直接承认 韩国瑜 就他的话 你怎么说不要这样 我也常跟金城武做比较 对对对 年纪 我们是比好的 没有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你愿意比较 然后观众愿意相信 对那我说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说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韩国瑜的这样的选举策略 就是把我们台湾的选战 通通都抽离了嘛 好像香港发生的事情 根本都无关 好像美国通过的台北 即将通过台北法案 根本无关 好像欧洲发生的事情 都根本无关嘛 连胜文还好意思说 对不要绕着台湾跑 韩国瑜基本上就绕着自己跑嘛 他就关心过 有啦 关心就被打脸嘛 你讲的都是不入流 完全不负责任 而且对于国际情势 几乎是白痴的论述 所以不想再继续 帮白痴的论述做整理了 我说那个叫做低俗 我说低能 所以我说 他对台湾政治最大影响 我用这样做结论 他不仅摧毁了国民党 传统的专家精英政治的 这种内涵 同时也把台湾的政治 带到低俗化 娱乐化 还有空洞化